228和平紀念日即將來到 24號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舉辦228事件 百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追求討論會 中文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陳寅生提到 去年通過的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後 還施交由其他的配套立法 包括在立法院等待審查已久的政治檔案法 將能夠傾訴通過 讓歷史真相能夠更加清楚與完整 可是目前還在研修的就是政治檔案法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轉型正義 需要處理真相正義還有和解 真相的部分如果政治檔案法 政治檔案沒有辦法好好的來通過的話 這個是缺了一大塊 台灣經驗實行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被榮譽理事長則提到 雖然促轉條例已通過 但接下來就要看政府將如何落實與推動 全民都應該好好進度政府 去年12月5號通過了促進條例 那當然困難重重 又去處理黨省這個問題 那國民黨還是在亡抗 但是呢 這個要看政府怎麼樣來實踐 這個落實轉型正義 現在再下來的工程 就怎麼樣去出行做整條例 裡面這些條文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 是近代台灣歷史的重要事件之一 當時的國民黨以平定 228動亂為由 進行戒嚴與白色恐怖 對台灣日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造成影響 而中原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也特別提到 台灣社會經歷解嚴與民主化的過程後 現今應該要好好正視這段過往歷史 才能創造一個屬於台灣的生命共同體 其實還是經過一個解嚴 然後民主化的過程 所以說 把過去服役統治的一些經驗 一些不好的東西做一個清理 那這個東西對於未來的國家的共同體 才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把過去的人權迫害視而不見 那這樣的話 反而沒有辦法成立一個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生命共同體 民進黨立委尤美女也出席這場討論會 她表示政治黨案法 也將會是立法院下一個會期的 有限法案 包括她在內的部分立委也已提出版本 目前正代行政院送行政院版本 到立法院並按審查 而是新規比例 故台北市採訪報導